整个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仲玉 高龄78岁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 他应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邀 在10月30号到11月2号 正式的访问中国 阮富仲成为中共20大密布之后 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 同时呢 这也是阮富仲完成三连任 越共总书记之后首次出访 不仅越南对中国 伸出友谊的双手 就连德国总理肖茲 也要带中国来访问 近年来 中国屡屡被美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全世界也被迫在美中之间选边站 而这次 越南跟德国的领袖 在20大政治局面底定之际 前往北京与习近平会面 无疑就是希望能够跟中国 保持友好的关系 所以即便越南跟德国 其实他们跟美国的关系也不错 但也透露出来 经贸方面还是不能不与中国往来 只是分寸上要更小心拿捏 近年来呢 大国之间的竞争都是为各地的局势 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 那对于中国来讲呢 这个美国一直不断的鼓励这些 所谓的盟友们一定要对中国保持警惕 所以呢 这个管理之间啦 整个区域之间啦 整个地缘政治的紧张也越来越加剧 那其实呢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越南的部分 其实越南跟中国之间有一些非常微妙的气氛 你说中越之间对彼此来讲很重要 你从贸易数据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统计出来呢 这个中国连续18年以来 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哦 而且啊 截至2021年为止 中国企业累积在越南的投资金额 就达到了213亿美元 那自从2016年之后呢 越南更是连续好几年 都是中国在东西里面 所有的国家里面最大的贸易伙伴 你来看 今年前九个月 中越双边的贸易额就年增了10% 达到了132亿美元 那看得出来哦 这么惊人的一个贸易量 直接占了越南70%的总进口额 所以这些贸易数据都显示出来 尽管中越之间其实在政治的氛围 当中呢 还是有一点不信任 还是有一些领土争端 比如说对于南海岛屿啦 或者是水域的争端 但是呢 两国执政的共产党 依旧在官方层面当中 保持密切的关系 而这也显示出来 中越两国的关系特殊性跟重要性 各具有战略意义 那中国学者呢 就说了 这个中越两国啊 都是提倡共产党主义的 所以呢 两国之间具有共同的战略意义 这一层关系呢 是跟其他国家也许没有的哦 所以这两党呢 在探讨一些新情势啦 在探讨如何维护社会秩序安全 还有党的执政安全时 也许双方都比较有共鸣 所以中共和越共的党籍关系呢 对双方的国家关系 都有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了 越共的总书记阮富仲 用它的访华行程能够帮助两国进一步的加强在政治上的互信 而且发展好两国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越南 其实跟中国之间的联动关系 依赖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为什么越南对于中国来讲这么重要呢 因为其实越南的经济体也越来越强大 我们来看一下越南 越南政府呢在最近也公布出来哦 第三季的财经数字了 第三季的GDP哇创下了两位数的好成绩哦 那越南的总理范明正是说啊 越南其实也一直的在压通膨 一直的在维持经济复苏 在这两者之间呢 希望取得一个平衡 取得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状况 才能够让很多的经济数据这么漂亮 那摊开越南的这份年度报告来看 除了GDP表现很好之外 好为什么 您看到他今年的GDP预估多少 预估居然能够成长8% 你看看这个8% 比先前预估的7.3%要来得高 现在有多少国家能够有8%的GDP 这已经是东南亚最好的表现了 那这个数据呢 也比先前预期的还要来得高 那另外明年 明年虽然没有今年成长 但是呢 明年的GDP还是预估能够达到6.5% 成为东南亚的经济体当中 成长最快的一个国家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了越南 其实这一次市场上也在探讨 在中国经历了清零 经历了中美之间的大战之后 其实很多的外资 很多的美国企业 往东南亚开始来做扩散 分散风险 把产线啦 把一些经营的据点啊 搬到这些东南亚国家来 越南也成为其中一个最大的受惠国 所以越南呢跟中国之间既微妙 但是又合作 所以看到了越南的这个领导人 这一次来到中国访问 不止越南哦 甚至连美国的西方盟友们 也有一个领导人要来中国 那就是德国 德国的总理肖子呢 他们说了现在要访问中国 那去的时间点呢 大概是11月初 他还说这对他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哦 这件事情这个外交的访问 比越南更受瞩目 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 看起来不管是在西方盟友当中 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友 那您这个时候去跟中国打交道 难道是要跟美国翻脸吗 中国媒体新名晚报就说 这一次呢 肖子来中国有四大看点 第一个 这是呢 二十大之后 首位仿中的西方国家领导人 我们看到了刚才这个阮富仲 他是第一个领导人 但是他是属于东方嘛 那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第一个来到中国就是他 他也抢了一个第一 他是第一个来的 那肖子呢 下定决心来中国 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数据报告 跟越南一样 他们也不得不依赖中国 而且中国的贸易 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你如果从德国的进口贸易 当中来看呢 跟中国之间的贸易 一直稳定的在上升 而且对于其他的欧盟国家来讲 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如果他都跟中国伸手了 那其他的欧盟 是不是也可能会这么做呢 再来 第二个意义是什么 这是2019年11月以来 德国总理第一次访问中国 而且不管是当时或者是现在 德国都是第一个来的 第一个来访中的欧盟国家领导人 都是这个德国 而且呢 这也是肖子担任德国总理以来 首次的来到这个中国 今年4月份 其实他有飞一趟亚洲 但是他不是来中国 他是去日本 那那个时候外媒就分析说 哎呀 这是一种打破惯例的这个举动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啊 前一任 他的德国总理前一任梅克尔 每次的党当选之后的亚洲行 第一站其实都是去中国 但是呢 肖子却是选择去日本 所以外媒就说了 很可能是因为德国正紧跟着美国 那美国不是跟日本有好吗 很多合作吗 所以德国也想在印太战略当中分一杯羹 所以那个时候肖子的亚洲行第一站 才会选日本 但是呢 现在肖子要来中国了 外媒说德国跟中国的关系 真的很值得来做一些探讨哦 好 第四点 德国的反华情绪还是相当高哦 不要以为肖子来 好像感觉这个德国都一面倒的倾向中国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在德国境内呢 还是有一些声音认为 德国要跟中国脱钩 不要这么友好 但是肖子不愿意这么做 而且看起来很坚决 就是要来中国访问 那德国自己媒体哦 这个国内的声音怎么说呢 德国媒体新十四个星期日世界报就说啊 其实德国的联邦政府里面 怎么样跟中国打交道 一直都存在很大的争议 简单来讲就是分两派 有人觉得要跟中国切开 不要再这么有的关联 那另外一派觉得说 我们的经济不靠中国 难道大家要喝洗北风吗 像是绿党籍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就说了 我们一定要跟北京保持距离 可是呢德国的总理府却警告说 我们如果跟中国脱钩的话 会对德国产生非常严重的经济后果 那肖子还说 没有国家想跟中国真的脱钩 尤其德国是以出口为导向 你很多东西你要卖到哪里去 你会卖到中国嘛 那很多东西你也必须要跟中国买 所以这件事情没有办法一刀两断 说切就切 那在贸易部分呢 他觉得说德国不应该只关注一个国家 必须要扩大跟其他亚洲国家 还有跟其他的南美洲国家的关系 不能只把这个鸡蛋放在美国这个篮子里面 不过目前看起来呢 肖子的计划就是要先着重在中国的部分 那德国的媒体就说了 现在在德国的这个联邦经济部啦 内政部 其实都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耶 可是肖子做了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他让中国的企业进来投资 这件事情当然站在美国的立场 当然他们是非常反对的 美国一直觉得中国的企业很有这个企图心 然后会偷他们其他国家的机密 甚至呢会帮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有的这个企业 来做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小动作 可是肖子这个时候做了这个动作 哇引起德国上上下下的讨论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说中国有一个国有企业叫做中国远洋运输公司 好中原海运 他做什么呢 他同意他收购经营汉堡港的托勒奥特货柜码头 然后呢股权可以买多少 低于25% 哇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大 整件事情我们先从这个货柜码头 托勒奥特开始讲起托勒奥特多重要 他的业务量是欧洲全欧洲第三大 你想想看一个中国企业中原海运 他要收购经营这个托勒奥特这么重要的基础建设 当然就会引起很多的反对 那整个德国政府里面也是吵得不可开招 那原本的中原海运说他想要买下35%的股权 他认为安全风险非常重要 他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否决这个案子的最主要理由 那这个理由当然就跟美国讲的一样嘛 你不应该让中国的企业进来 因为对于安全风险会有很大很大的伤害 不过呢你看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 德国人真的也有点吓到了 觉得之前就是太依赖俄罗斯的能源 蒙受冲击 那有了陈居之介 现在在经济上又是同样太依赖别的国家 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呢 所以像是他们的经济部 国防部还有外交部在内六个部会 全部都反对这个案子 不过肖兹还是非常非常坚持 他说对中国有坚实的贸易关系 非常非常重要 好两方一直争怎么办呢 最后德国经济部终于同意了 好同意的重点呢 就是好可以买 但是持股的比例不能这么高 持股的比例达到了24.9% 那也让中原海域拥有股权 但是没有投票权 德国的这个经济研究所就分析 说中国企业对码头的投资呢 可能会让这个汉堡港陷入困境 那就连德国的政府都传出来这个争议的声音说 肖兹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访问中国在铺路 我先做一些对你有利的这个举动 有利的政策 那访中会不会比较顺利 可是肖兹澄清他说访问中国 跟这个码头投资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中原海域希望收购的只是涉及汉堡港 其中一个集装箱码头 而且它只是运营少数的股权 土地仍然完全归汉堡所有 所以您认为这一次越南跟德国 是不是真的已经选边之暗了呢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意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这一宗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